面对高龄化的社会 长者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 为了让银法族轻松走出户外 在地乐活 新北市政府一直为老人福利在座努力 而乐龄中心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在去年3月 石门国小里成立了石门区的乐龄中心 成立的第一年 石门乐龄中心就拿下特优的肯定 更是举办了成果展 要来跟其他区域乐龄中心的主任来做交流 那大家会定期来这边做一个联系的交流 那大家会针对他们在经营乐龄学习中心上面的 相关的一个运作的状况 然后志工招募的一个状况 然后在就是行政经营的问题 会互相做分享交流 在新北市政府的努力之下 目前全部29区已经有30个乐龄中心 目标是让50岁以上的长辈都可以走出户外学习 而在这次的成果展上 还有一位王中逸老师用吟唱的方式 介绍出石门的特色相当的特别 那我也希望我们石门在地的长辈们 不管你喜欢哪一个活动 你都可以就进来办理来参加 那如果是你有喜欢的课程 目前我们学习中心这里没有开课 也可以提供建议给我们 我们一定努力的来 将我们的课程再多样化跟多元化 来符合我们在地长者的需求 位在不同区的乐龄中心 都有专属的地方产业特色 而在石门区除了书法排舞有机 以及北馆班之外 还有手作风筝 应食转科 摇烤面包等 都是石门区在地学员们的兴趣分享 对此石门国小校长也表示 未来除了整合偏乡资源 提供课程服务之外 也欢迎地方的长辈提供课程的方向 让课程的发展更加多元 吸引更多的长辈走出户外 快乐学习 记者许段义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